今日G點是兩名炸彈狂徒落網 一起GGD丹案件 自從國安法實施後 黃獨有土崩瓦解 有人縮沙、有人著草、有人被捕 黑暴案件大幅減少 香港逐漸恢復平靜 但是… 仍然有一班極端分子死心不適 想在香港搞固狼式恐襲 好得人害怕呀 7.1回歸在職 警方再次破獲爆炸品案 抓了兩名暴徒 年齡是29歲和32歲 大家看看今次行動能說到什麼 警方分別在南田和大埔的住宅單位 找到7包1.5公斤的炸彈原料粉末 580發石士釘槍彈 製造槍械及彈藥草圖 不知仿製槍械 還有兩名暴徒討論製造軍火的通訊紀錄 這兩人還在網上貼文 仍然要肯起庆日子血洗某些地方 殺死某名人 聽到都嚇到心離人來呀 幸好我們有忠誠勇毅的香港警察 及時徵破案件 保障市民生命安全 7.1當日 警方還會動用余辦警力重兵報防 就是想杜絕黃友搞事 當市民享受一個安全愉快的假期 其實背後是警方密密努力的成果 所以警隊是最值得敬仲以仲的一群人 黑暴想死灰復燃?難咯! 很高興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